因為愛的迫降的關係 裡面有很多在瑞士拍的場景 大家都很好奇說 哪些景是在哪邊拍的 是哪一個小鎮 然後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把這些都整理出來 然後一起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們是坐火車去旅行 我是站長娜迪亞 上車囉 那大家不知道已經看過愛的迫降了嗎 因為很多地方都是在瑞士拍的 然後安妮呢就剛從瑞士回來 所以今天就請她來跟我們分享 裡面的一些景點 然後如果想去的話呢 要怎麼去 像她在那個片頭的時候 男女主角這樣子走過去穿過去 對有一個山丘 她就是在梳理寺 很聰明的 就是可以看到蘇理寺的教堂那些 蘇理寺的景觀 因為她是一個山坡地 然後第二集片尾呢 麗珍賀跟影視禮他們 一起看飛行傘的地方 那是在什麼 小沙待客 就是可以搭火車上去 是用通行證的七五折買票 買一個就是少女風的 登山火車票 後來他們就是 有一個重複出現很多次的場景 就是她在 視禮在聽那個李正賀彈鋼琴 那是在布里恩茲湖 然後布里恩茲湖也是很方便到的 對它也是 它是在布里恩茲湖一個小鎮 其實很方便 從英特拉肯搭火車 才二十幾分鐘 就可以到的一個小鎮 我覺得小鎮很美欸 那個小鎮 就是那種不食人間煙湖 就是很淳朴 然後風景超漂亮 我之前也不會想說 我一定要去布里恩茲那邊看 對不會 一般去到那邊 可是現在 現在我就會想要去 然後就要想要看看那邊 是不是就擺了一台鋼琴 那你可以就是從 英特拉肯的東站 它就是用瑞士通行證 它可以免費搭公車 去到那個小鎮 啊對 因為瑞士的那個通行證 它其實不是只有搭火車 它也可以搭公車 然後它就是大眾交通都可以搭 油船也可以搭 對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們這一次的 那個愛的霍獎景點 很多都是直接免費 可以用這個PASS直接搭的 然後他們後來還有在 嗯一個橋上 那個李正賀要跟徐丹合照 那那個是在 席格里的全景觀大橋 對 那邊 應該是他那算是 第一次遇見 視力 真的有看到 對 真的有遇見 對 然後我就覺得特別印象深刻 因為他們會感覺就是 麗哲第一眼看到他 他就是 就喜歡了這個女生 嗯 對 另外我覺得 就是 看了之後 旁邊愛心很多的 就是最後他們不是 每年會聚會一次 然後是在Longer那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 因為其實 我之前在看 瑞士相關行程的時候 我比較沒有注意到 這個地方 第一次去瑞士的人不一定會去那裡 可是那邊真的很美 對 看了之後就會很想去 真的 超美的 然後也想要住 看看有沒有類似這種小木屋的Hotel 可以選擇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 對啊 它也是很方便 對 下次去瑞士就會想要去看看 對 我覺得它一定會成為一個景點 因為大家會去朝聖 朝聖這個地方 對 然後它不是有一個基金會的餐會 然後兩個人還牽手 嗯 投牽手那裡 對投牽手 然後那個就是在那個 呃 少女峰附近的一個Hotel 那是飯店蠻好的 好像五星飯店 對啊 就是蠻高級的飯店 對 所以也可以去那邊朝聖一下 對 然後很多很多的景 那 這些景呢 其實都是 很好抵達的 對 因為它交通規劃很簡單 對 你只要就是一張瑞士的火車通行證 就可以到達所有這些地方 對 它選的這些景點 其實都圍繞著我們台灣人去瑞士 對 會常去的城市的 就是在放射出去一點點的地方 就大概圍繞在少女峰啦 英特拉肯這一區 對 英特拉肯去少女峰也方便 對 那它也可以去疏離市 去他們片頭的地方 我覺得也很漂亮 買個巧克力 對 就是徐丹跟那個 尹氏裡其實也有擦肩而過 對 嗯 嗯 情敵擦肩而過 對 然後其實 而且他們還有對話 那因為它最後一集 其實就是在少女峰區域拍的 然後你也是這次有去少女峰 對 那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說 那邊可以玩什麼 呃 從山下一直到山頂 它中間還有一些小鎮 我覺得都可以停留 而且都很漂亮 像格林德瓦 或者是 勞特布 那就是大家說的瀑布鎮 我覺得都 很漂亮 然後 你做的就是觀光也可以 或者是你在First 就是格林德瓦那邊 它有一些 像飛行傘可以玩 或是類似跑跑卡丁車那種 或是健行 我覺得夏天也很適合健行 少女峰山頂 它那邊有一些冰宮的冰雕 也可以去看 我覺得都很漂亮 這樣感覺好像在那邊可以待個好幾天 我覺得可以住三四個晚上 然後加上現在大家就是想要去追劇的這些景點 真的可以停三四個晚上以上 那個 徐丹有個人立場的說 我知道為什麼你在瑞士都不看我 然後我的理由是 因為瑞士太美了 哦 哈哈 對啊而且他也偷拍影視裡 對啊他的照片都是這樣 但他在拍影視裡的時候 徐丹應該就會看到啦 但他 他在拍景 其實他真的是在拍景 他可能只是無意中 就是影視裡就在他的鏡頭裡面 哦 我覺得 我自己看 沒有我們都用這招 加上來拍影視 哈哈哈哈 如果呢 你們看完之後 發現還有什麼 在瑞士拍的景點 我們遺漏沒有講到 然後你可以辨識的出來的話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 你覺得瑞士還有什麼地方好玩的 我們這次沒有講到 希望我們在下一集再講的話呢 都歡迎你留言在下面 然後呢 如果留言的話呢 我們就會抽三個 幸運的觀眾 獲得這個 瑞士的VR眼鏡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留言分享按讚 然後還要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每週三都會更新新片 那再見囉